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这个话题来讲 可能有很多 经过很多次的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当然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 我是1990年1月6号进入美国 第一站是在Boston大学 我学习我的歌剧 学习我的歌剧表演 之后我在那里学完之后 在咱们叫New England地区 New England area 我去表演我的这些音乐会 表演我的这些古典歌剧 另外一个呢 我现在因为来洛杉矶也将近有1996年 你看现在也快20年了 在这个这么多年里 当然我现在除了在南加州 我们叫有一些我的自己音乐工作室 我的合唱 我自己有六个 在南加州有六个合唱团 同时我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还要兼任客座教授 你也知道北京还有一个101学校 或者叫101中学 我每年也要去那里给他们做合唱的这个客座指挥 所以从事于这项工作应该2014年 我想我今年应该是40年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 对您来说 音乐给您的启迪 生活上的启迪是什么呢 哎呦 音乐的启迪对我 对你 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需要的 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音乐感受 比如说年轻人喜欢一种很 叫咱们叫这种很快速的 或者讲非常热闹的一种音乐 另外还有一个呢 像老年人也有一种古典的 或者讲比较抒情的 当然每一个人都喜欢音乐 都必须有音乐 这也是对我来讲 我是做一种来去让他们感受音乐 喜爱音乐 这么一种工作 作为一个音乐教授来讲的话 什么样的学生能像您这样这么成功啊 就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哎呦 你说对声乐来讲 我觉得这个现在太多太多的年轻人 从事于这个 其实来讲对于我来说 给他们的这个教育 或者叫去启发或者教育他们 或者是叫他们音乐的话 首先第一个要有喜爱 一定要热爱 热爱 他如果很多的只是家长 迫使他们 迫使他们来学 那这个还不行 必须要非常的喜爱 就从打心来你自己就会喜欢 对 还有一个呢 在喜爱当中 你必须要给他一种非常非常科学的音乐的熏陶 像我对这些孩子们的教育 或者是对这些成人的这些教育 来去教他们的话 不光是教技术 更主要的是要启发 或者是要让他们能够用音乐 用艺术这个东西去熏陶自己 去感染关注 谢谢您 今天非常感谢杨介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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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